那里 我还是第一次来这种高级酒店 以前我都没有注意过 原来晚上这么漂亮啊 你看到的不过是繁华的表面 但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黑暗 那你知道那些黑暗的地方 正在发生什么吗 那就是了 只看能看到的地方就行了 天真 我知道这社会有阴暗的角落 在那里 也许会发生很多让人生气 甚至绝望的事 如果修仙真能获得那么强大的能力 那么 用这样的力量来帮助黑暗中的人 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不认为黑暗 似乎是假的 不认为是假的 不认为是假的 要在这里训练啊 怎么训练啊 怎么训练啊 你想速成还是慢慢 当然是速成 那就从这里跳下去 人在生死关头 会激发出非比寻常的力量 明天早上的报纸 就会多条大学保安 跳楼身亡的新闻而已 听听 Rumpel 这不是关系的 反正你这么天真 如果不快点觉醒 就算不跳牢 迟早也会被其他的修正者杀死 那还不如拼死一搏 他不认为 我还不想死啊 机会 只有一次 那天就那女孩的力量 只要发挥出那个力量 力量 力量 到底要怎么是有力量啊 1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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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们的生死关头 这就是我们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真漂亮是不是 傻瓜 别太得意了 凡事都有代价 代价 现代修真界 好比一座资源匮乏的森林 修真者们 就是居住其中的野兽 他们躲在暗处隐藏自身 从而达到一种 谁也不知道在哪 所以相安无事的微妙平衡 假如某天 有个不懂规矩的新人燃起篝火 照亮了整片森林 令众人失去隐蔽 你觉得 他们会做什么 一起靠火取暖 才不会 如果下次 敢再这么暴露自己 大便 马上呢 木子 你可算回来了 学长 你该不会在这里等了一天了吧 男生嘛 等女生是应该的 关于看电影那事 不好意思啊 学长 我们刚从酒店回来 现在很累 所以这事还是改天吧 小酒店 那天 有些事情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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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老子干死你 木子 我的男人只有我能打 你给我滚远点 我 走了 英雄 什么 你居然还使用千禧年纪念版砖头机 这东西连微信都用不了 拿着 我以后用微信找你 要随叫随到 这是 我一直在乱惹 我一直在乱惹 木子 我有个问题 营绕心中许久 挥之不缺 什么问题 你说弱小者只能隐藏自己 避免被强者杀掉 而木子你也是修人界的一员吧 为什么没有杀了我呢 那是因为 你把我的灵力吸走了大部分 如果把你杀了 你体内的灵力也就消散了 那些灵力只能通过我李家祖传的双修功法才能转换 否则我才不会找你双修 开开玩笑 那个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先从牵手开始吧 虽然木子说 修人界如何冰往黑暗 但 他却让我感受到温暖 再次见到 by bwd6